情侶是流变的 流动的 变化的 没有办法在情侶上给一个人贴一个表情 我爸就一脚踹我边上 奶奶还在大哭说 你让我感到非常丢脸 唯一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给我们登记 没有人去问异性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异性恋的 但总是会这么问异性恋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异性 14岁开始 我最先是对我们班的一个同桌的女生出位 就在QQ上跟她说了 我是该的事情 她刚开始的反应就是怎么可能你看玩笑吧 然后我就说我是认真的 她跟她说你不要去跟别人说 她就说好 结果第二周的星期一到学校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生跑过来问我 孙玮林你是不是同性恋 我马上意识到叫同性恋不写在脸上 只要我不承认就没事 我说不是 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怎么来面对她以外这么多的人来问我 我对我发小出柜是当面跟她出的 后来下午见面的时候 她说她中午大哭了一场 她觉得同性恋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一条路她是这么说 她说你能不能变过来 我说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变来变去 而且也就是我自己可以控制得了 我奶奶她70岁生日的时候 就那种很久没见到的亲戚都过来了 有一个大叔在吃中饭的时候 有一个大叔坐我旁边 他就他就说 小伙子长这么高这么帅了 有没有交女朋友 我就说我喜欢男的 然后那个我爸就坐对面 他就瞪着眼睛看着我 一进家门 我爸就一脚踹我背上 他都没说话 就直接打我 我奶奶还在大哭说 你让我感到非常丢脸以后 怎么去面对这些亲戚朋友 后来多年来回忆起来 都觉得就是一群一心恋在欺负一个图亲人 就是以多欺负一个也很不光彩的事情 我当时是这样 有很多年都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在我心里已经变成一个trauma 一个心理创伤 就很多时候 现在还好一点 早几年我都有时候做噩梦 会梦到这些场景 这些事情的明明是在发生 但怎么好像跟我平时在学校 在家里的日常生活是完全割裂开的 然后我要判若两人 就是有些人 有些话可以对有些人说 有些话不能说 就感觉自己很分裂 不能够把自己完全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总是要想着怎么去撒这个谎等等 然后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一些我的真实的一面 有些人知道另外的一些面 我就脑子里面总是要想到遇到不同的人 就要怎么说话 就觉得很累 2015年年初的时候 我唐姐结婚了 我妈问我跟我说 你以后跟胡梅亮办婚礼的时候 也要这么风光的时候 我爸突然就发火了 然后骂我妈是神经病 他们就这样一直吵 我就问胡梅亮要不我们也结婚吧 他说好 我就说是神圣的结婚 就是你回去拿户口本 我也回去拿户口本 我们去民政局要求登记的结婚 他说应该不能登记吧 我说去试试 后年4月13日 同性恋维权第一案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庭 庭审持续了三个小时 庭审结束 法院当场宣判 胡明亮孙文林败诉 博会员告请求 我国的婚姻法规定 第258条 只允许男女双方登记 代理律师石律师表示 对于结果我很失望 也很难过 但我们的维权脚步 不会就此停止 这只是开始 婚姻平权的话 首先是一个人权的一个议题 其次它才是一个中国 和宪法当中的一个平等权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婚姻法当中 它所有的条文都是定义为异性婚姻 也就是所谓的男女之间的一个婚姻 对于同性这一块的话 它完全没有任何设计 这些立法机关也好 这些司法机关也好 它对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 它并不是说一个歧视的问题 而是它完全不是它的存在 你比如说对于残检人的话 他认为 阿比你缺口稍了个腿 他可能认为 这个是一个残检 我们需要提供特殊的一个保护 那么对于同性恋的问题 他认为 他可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有些人 他可能是认为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 他不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说他严格意义上说 他不是说一个歧视的问题 而是说他默视他们权利的存在 他认为这类人的话 他应该不存在 我希望国际上能够指导中国有同性恋 我们搬出一百场统治婚宴 是希望能够把同志结婚的这个素材 从新闻事件变成普通的事情 我爱你 我起诉之后 然后就要跟国内的一些同志公益机构合作 就去了国内好几个城市去分享我的案件 顺便去寻找和我们一样愿意出来打官司的当事人 但我们就是这样跑了大半年 没有找到任何一对愿意出来打官司的同性伴侣 我现在的工作是做同性婚姻的长达 具体就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 然后写报告 还有做一些长达类的活动 比如一百场同志婚礼 这个项目我们创建了微博的话题 现在阅读量有几十万 然后每一次办婚礼 我们都会在网络上直播 少说也有三千多人看 最多的有上十万 我们希望能够在婚礼上讲清楚 我们办婚礼的原因 然后公开的原因 我们还有一个现在经常在做的活动 是那个同性婚姻主题聚餐 如果要让一个议题进入立法的议程 那肯定是要达到接谈相议的程度 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才会形成一种舆论氛围 很多人他们根本对同性婚姻 是什么看法自己都讲不清楚 因为他们平时很少接触这类资讯 那我们就集合到一起 把所有的资讯全部共享 然后更加全面的来讲清楚这个问题 除了这两个活动之外 我们去年十月到十二月 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访谈那些想结婚的同性伴侣 我们去了八个城市 访谈了十对同性伴侣 其他的活动就还有同婚法制化联署 而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我们还游说了全国人大代表 有不止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都反映过 就我们游说到的 他们都是说我们现在国内的同婚倡导 一开始是零和在学术界提出来 然后接着就是这些草根组织 就是一直在小打小闹 就没有一个 没有形成一套理论的系统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自己 是一定要把这个理论基础弄好 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就是中国真的太大了 要推全国性的立法很艰难 而且现在国内只有我们一家机构 是专门在做同性婚姻立法倡导 中央有更多的专门倡导同性婚姻的机构出现 因为这个国家很大 不是一个组织就可以完成这个立法成果了 我记得我问他 你愿意跟我一起过同扶持 互相照顾跟我结婚吧 我就这样问他 然后他就说愿意 喜欢我哪一点 喜欢你哪个不 也是一直喜欢不 晒衣服的时候也断下单 甩帮甩的时候 我明明鞋子没事 所以露死我的鞋子 这喜欢捉弄一下他 有时候把他拦在墙上角不让他动啊 就这样 我就觉得他被卡在那里很可爱 喜欢随便拿一首歌去哼他的名字 好可爱地乎明亮 这种 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是那种 沙发跟电脑中可以有一定距离的 然后我有时候就坐在那里上网 然后就开始就这样哼 然后他坐在那上网上躺着 在那里玩烧鸡 就完全无所谓的随便我唱 我说他可以唱十几分钟 还是什么 除了个不明亮 领导人民的解放 以爱一自由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浪漫不是这种什么鲜花 美酒这些东西 我很赞成台湾以前那个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他对浪漫的评价 他说浪漫就是以有限的资源去争取实现无限的理想的那种情怀 那时候很多媒体为我们觉得最浪漫的是什么 我当时都是回答的打官司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浪漫 打官司的浪漫之处在于 因为我们当时打官司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这些同性伴侣跟我们说非常羡慕我们 然后我们得到非常多的祝福 还有鼓励等等 有很多小情侣他们在求婚之类的时候 都会跑到网上去发一些文章说 然后征集小白酒十九个祝福之类的 就我们当时都不用征集 就直接祝福福天盖地的过来 就那种王子公主 最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围绕在旁边 快乐的跳舞唱歌 就那种感觉 只要他开心 就是一件真正的事情 就是一件真正的事情 对未来就像达安排的那种中产的一样 买房买车呀 在长沙安居乐业 然后等老了就要把长沙房子卖掉去 去他老家吧 老家的老房子装修一下住在那里 这些年了 这个经典的歌是 我对我发小的出柜是当命分的出的 我对我发小的出柜是当命分的出的 我跟他走了快到学校一半的路程的时候 我就终于说出了G A Y这三个字母 然后他就说G A Y是什么呀 是J吗 我说不是 他问我是不是焦杰伦 然后他就说他去翻了那个 我们当时有一个那个英文瑕疵的 然后那个上面的G A是快乐的意思 然后他就说我查了 那个上面是快乐的意思 什么意思呀你 i feel free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love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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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